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港媒报道 直到最近温玉红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最终不幸离世 说到TVB女艺人温玉红 大家可能不是那么耳熟 但说到她所出演的角色 比如巴不得妈妈的男人婆却是如雷贯耳一般 TVB作为香港最大的造星梦工厂 创立50多年以来 的的确却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电视人才 可是在人才积极的TVB不是人人都能脱颖而出 成为剧集的主角 许多演员在TVB苦熬几十年都一直本本分分地沿着各种小配角 观众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记得 仅仅只记得他们的那张脸 但俗话说的好 红华需要绿叶来衬托 剧集的主角台词多 镜头多 固然出彩 但是如果没有配角的衬托 或许他们也很难获得观众的掌声 而现年51岁的温玉红 就是TVB最具代表的绿叶之一 可以说提到她的名字 没有几个观众会知道 但是看到她的脸 你一定会发出原来就是她的感叹 温玉红出生于1966年 经过自己的努力和打拼 成为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TVB的旗下女艺人 她和许多知名影星合作过 也演过许多广为熟知的影视作品 比如《天龙八部》《见证实录》《形式真机档案3》等等 虽然长相不够出众 但凭借精湛的演技和传神生动的一举一动 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和良好的观赏效果感觉 她的付出是有目共睹的 据说她从小就热爱演戏 还在中学上学的那段时间里 就已经常常出没于学校的戏剧组 长大以后更把表演当作职业理想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她努力考入影视学校 进行专业系统的学习和了解 在温玉红参演的这么多剧集中 相信给大家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 就是经典警匪剧《见证实录》 她在剧中饰演的变性人洪天飞 是单元故事同性恋杀人案的主角 在剧中和马德中有不少对手戏 相信这个案件当年也给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温玉红在剧中可谓发挥的淋漓尽致 将因爱深恨的角色刻画的入目三分 成为了不少观众的童年阴影 在荧幕上经常饰演悲情角色的温玉红 在2005年也遇到了人生的一次巨大考验 她在一次身体检查时 不幸被确诊患上了乳腺癌 并且情况还比较严重 一次又一次的化疗 使得她的头发和眉毛掉光了 面容和身体也变得更加憔悴 这段时间 她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与煎熬 但是病魔没有击垮她 俗话说 风雨之后就能见到彩虹 对于演艺生涯的热爱 支撑着她直到病情稳定最后恢复 甚至在治愈不久后 就再次现身拍戏现场 一边拍戏 一边继续恢复身体 最后居然就这么痊愈了 但是TVB的知名艺人数不胜数 温玉红不是当家花旦 也不是一线顶流 现在50多岁的温玉红 为TVB效力了20多年左右 起起落落 终究逃不过散场的命运 两年前 她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宣布 即将离开TVB 这个消息令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在大家眼里 温玉红如此热爱表演的人 怎么会选择离开TVB如此吃香 且资源丰富的一个公司 毕竟温玉红不论角色大小 都乐于尝试 在她心中 没有角色的大小 只有演得好不好一说 她认为无论是影视作品中 怎样的角色 只要存在就有一定的原因 只要演好 就能够添砖价彩 所以到底什么原因 让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 离开TVB 温玉红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中表示 公司要求她 如果续约减超过一半的人工间 签订附加条约 虽然明白可能是疫情等原因 导致经济条件并不是特别好 但她本人并不想接受公司这个条件 因此决定离开 温玉红是一片很厉害的绿叶 虽然离开老东家 有不舍的情绪在 但在经历了乳腺癌症的这段时间 看清了现实 她是一个看重朋友和家人感情的人 前男友与其在癌症治愈后分手 不久后 温玉红还是找到了 能够相伴一生的乳翼郎君 就在这几年里 还有过前往泰国移民的想法 也许离开了成长多年的TVB 可以更好地去享受生活 就像现在的她与朋友十二聚会 十二小拙 其实这些年TVB一直留不住人 最大的原因就是艺人们收入太低 甚至有些绿叶演员的正常生活 都无法保证 再加上TVB日夜颠倒高强度拍摄工作 有时候一部戏仅仅两个月就能快速杀青 收入和付出也不成正比 而TVB工资低的程度 也有点让人难以置信 早前热播的那些我爱过的人中 扮演男二古怪医生古西城的马冠东 在TV被干了14年 她说经历过没有钱的日子 一个面包分两顿吃 这些年全靠母亲以及姐姐的结绩 驼香师姐2020中 继续扮演二妹姐的朱咪咪 也说自己此次拍摄的工资 连邮费都不够 还有之前18年后的终极告白中 饰演聋哑人士嘉倩的杨秀慧 也爆料入行的前几年 自己不是赚很多 最差的时候是一个饭和吃几餐或者吃两天 马国明获失地之后接受采访 坦言拿到失地都没什么好处 TVB不会因此加你工资 这些都直接回应了TVB演员工资低的问题 不得不说 离开TVB算是一个对温玉红而言 较为明智之举 香港媒体曾用右走一个来形容温玉红的离开 其实在近年的大环境之下 TVB的改制高层更迭 已经有不少老戏骨艺人因为对薪酬的不满 选择离开或被裁员 留下也不意味着处境多好 也许连基本日常都维持不了 这些小生花旦的离开和外闯 也带走了TVB王日的辉煌 谁能想到曾经叱咤娱乐圈的TVB 如今会过得这般惨淡 谁的童年没有过一部TVB剧呢 谁的童年没有一个TVB男神女神呢 上海滩里风流倜傥的周润发 后来的黄晓明怎么模仿都没有那个韵味 大时代里儒雅帅气的郑少丘 即使辜负了沈殿侠 也没人否认他的优秀 《神雕侠侣》里 颜值巅峰期的古天乐和李若彤 让人见识什么叫一见杨过物终身 西游记里调皮可爱的张卫健 颠覆了孙悟空在观众心中的固有形象 还有苗翠花最大金之天龙 八部陀枪师姐 兴扎师妹寻情记风神榜 无论是古装剧 现代剧 武侠剧 穿越剧 神话剧 年代剧 商战剧 警匪剧 绿正剧 TVB应有尽有 而且每一种类型都有精品 当时湖南卫视总是引进TVB的剧 往往能获得相当不错的收视率 在某港本地 TVB也常年占据收视率榜首 可是渐渐的 TVB被大陆追上 超越 远远甩在身后 究其原因 一是TVB资金不足 难以对抗雄厚的大陆资本 港剧的老观众都知道 TVB常常一套道具反复使用 在最大金之里出现的龙袍凤冠 金之玉孽里还在用 重剧情 轻浮化道 场地狭小 道具粗糙 导致TVB却越来越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 资金的不足 除了制作不出精良宏大的影视剧外 还无法让演员实现财务自由 于是实力派演员的出走 就在意料之中 蛇诗曼在TVB剪彩一次 只能售2000 赴大陆演艺及电视剧片酬数十万 广告代言费用另算 如果你是TVB演员 你选择在哪里演戏 除此之外 随着渐玉宏年龄的增长 拍戏的强度 对她的身体来说 是一种非良性的消耗和损伤 2005年 渐玉宏发现自己患上乳腺癌 之后接受了六次化疗 这期间她经历了呕吐脱发 甚至手脚麻痹 起初的时候也曾自暴自弃 但后来听从医生的建议 接受手术 将患癌部位切除 经历了几次的化疗和治疗 渐玉宏的身体 不能再从事劳累的活动吗 于同样的角度 她的乳腺癌已经治愈 但不排除 还会有可能复发的风险 就像前段时间的合照 头包头巾 可能是绣发受到当初的影响 还没有如初 身形和面容 也难敌岁月变迁 当年在渐玉宏生病的过程中 她的男朋友一直陪伴她 但是当她癌症好了以后 对方却突然表示不再爱她 提出了分手 渐玉宏从伤心气愤 无奈到接受现实 直到2011年 在渐玉宏 43岁的时候 她又宣布 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已经结婚成为杨太太 多年来 虽然说渐玉宏 从来没有当过主角 但她所演绎的绿叶角色 深得大家的喜爱 一路走好温玉宏 愿天堂也有病痛 好温玉宏